你可能打不到高潮 或者打到高潮之後 你控制射精的神經出問題 它就射不出來 對 耶 又回到我們的現場了 好 這集呢 我們要來幫網友們解除他們的迷思 那第一個問題想要問一下醫師 就是結痂手術會影響他們的性功能嗎 那他們的性能會不會變低 或是變得不矩啊 跟性能等等 這是很多男生想要知道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要讓我一直回答 因為我覺得他有 我有 我有性無能還是 欸 你說你哪個你沒有 那就直接最官方的解釋就是 結痂並不會影響到性能力 所以其實以前的老人家都會說 男生千萬不能去結痂 媽媽都會告誡 他說你千萬不能去結痂 要不然會沒有你 會沒力 就是講說男生會有性功能障礙跟 不舉的狀況 那其實不會 我可以看到說 我們紮料是塑精管 那水管其實都是流入 搞完的狀況 並不會因為結痂的變小 所以那些男性荷膜都是因為 搞完產生之後 有著血流去散發到全身 散發出你的男子味 所以其實結痂不會影響男性荷膜的產生 那也不會影響男性荷膜的疏重 所以男人還是該man的時候 還不會man性 不會說因為結痂 就變得影響一些幸運 但是結痂會影響性能力 這個我覺得倒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就是有兩派人 一派人就是他都不帶到 缺乏了一點危險的感覺 因為他一本做一做 要拚住拚住 然後到最後一刻才趕快出來 游走在一起 那現在都沒有啊 他沒有那個興奮感 所以他就可能變得比較 無感 可是我覺得這個要看人 因為有些人就覺得說 我覺得就是不用擔心這些事情 所以我勇往之前 對 另外一個就這樣子 對 像陳醫師就是 不來找 其中一種跟他自己想像 因為性能力這個還是跟男生的心情 跟心理有差 對 如果他毫無負擔 也許他可以 就是施展他的權力 對 跟對象也有 對 那也有人想要知道說 做完結痂手術是不是 就不會再有高潮了 那他結痂招式是 就是可以射出精液的 結痂之後當然還是會有高潮 因為他不影響你的神經 他只是影響你這條 小朋友出來的通路而已 不然你路打斷 但其實其他人反正都還是會有 那所以一樣會有高潮 不然結痂之後都不能有高潮 那還得了 那一堆都來做 黑命男優雄都來做 對 所以還是一樣會高潮 那會不會有精液 精蟲只是佔精液的一小部分 所以他只是不能出來 但他上面還有一些 主精辣 潛列腺液 所以他會分泌精液的大部分 所以他只是掃裡面最關鍵的東西 對 就像世紀春家珍波也少了 可能珍珠這樣子 珍波 少了一部 這類的 少一味 所以是真的就是 如果結痂之後 他的精液就會少一個味道嗎 對 還是會有差一點點 原本有精蟲再加上一些色物線的混合液 那你現在沒有了精蟲 其實 還是味道會有點改變 影響比較不大 但是大部分男士覺得說自己有變細 有變量 變比較少 但是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去測量嗎 現在醫學比較沒有注重這種術後 去追蹤每個人的量多寡 味道多寡 我們最主要是注重他有沒有蟲 對對對 而且口感上的差異我們是沒有在問的 但是歡迎大家來跟我們分享 FB FB 麻煩大家來跟我們分享一下有沒有差異 對 我們都會保密 完全保密 補充一個點就是高潮 其實你知道男生在沒有精蟲之前 小六打過一的時候 就會啦 對 智慧的時候就會有高潮 那時候還沒有精蟲 對 那時候還不會射出 還不會射出 還不會射出東西 其實就會有高潮 所以他如果不想要懷孕的話 他就是小六以前蒙作 跟別人蒙作 FBI 開啟 想問就是除了年紀小可能沒有 那年紀大有沒有可能也會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精蟲 對 沒有精蟲 沒有精蟲 對 射不出來 也是會有 就是有些人會有一些疾病 假設有糖尿病 糖尿病其實蠻常見的 糖尿病的話 他的神經控制就有問題 所以也許你可能打不到高潮 或者打到高潮時候 你控制射精的神經出問題 就射不出來 對 那射不出來比較好 還是早洩比較好 你們覺得呢 你們覺得 如果你的 你的另一半是很快 或者是另一半整個搞都搞不出來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你覺得 對 好奇 因為這個真的是因人而異 因為其實 這樣門診兩種都有 對 但對我們來講 就是 射不出來比較難治療 因為醫學上目前來講 還沒有一個有效的藥物可以讓它射出來 對 沒有辦法打到那個 那個玉子 太高了 刺激 刺激才有辦法沖上去 所以 這個叫做 遲射 超過三十分鐘的性行為 沒有射出來 我們就叫遲射 所以在泌尿科這邊 其實是很難治療 那接下來這一個 名詩 它是關於 就是做完結痂手術之後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避孕了 然後 是不是可以禁止的中出呢 你講這個很為難 這個真的是蠻害羞的 但是如果你驗出來 沒有小朋友們的話 就可以放手一搏 隨心手運 隨心手運 很多台幹 就在台灣結束之後 然後我就準去大陸 對 對 安全 對 錢要回來 人不用回來 可是那個 不是會跟性病比較有關嗎 對 但那個 那跟前提有關 如果是小孩子 就不會有問題 那如果你 結紮是為了多重新辦 那你還是建議帶套 那你們誠心的建議 是會覺得說 如果真的沒有想要再生產的話 可以去做結紮 那你可以無限中出 對 因為這樣你們 有更好的享受 對 好險她的錢也省下來 對啊 而且她的錢也省下來 可以吃大餐 對不對 不然她有那麼貴的 可以用兩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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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一定要用到七個 一個尺寸塊 或者兩百塊的 可以用兩塊 你怎麼知道我沒換錢 然後都是買那種很貴的 超寶 好 那再來還有一個大家很想要知道的問題 就是到底做結紮手術的話 有沒有健保支付呢 基本上健保不會出錢 讓你去爽 所以結紮都是自費的 對 所以沒有 沒有辦法用健保來付錢 所以說你這個是 對你來講是一個疾病 健保大部分是說對疾病 有一個很少見的 不是很少見的前提 就是如果你有被診斷說你有遺傳性疾病 而且很嚴重 所以你不能夠生育 或者是不建議你生育的時候 這時候你可以拿著這些診斷證明 來說 你要解紮 對 因為我是 我的確是有紮固之中 但是她的手術 我以為妳的確是有紮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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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確是有紮固之中 我的確是有紮固之中 那接下來有一個 我覺得這應該也是蠻多男生想要知道的 就是做完結紮手術之後 她如果又想要再生小孩 她可以再解放嗎 是可以再解開的嗎 就是在把它解起來 這個部分其實要接的話 因為這個塑膚管非常非常的細 剛剛我們有提到說 她在跟那個 頭髮再出一點 對 原子皮的底細差不多出 然後裡面的那個管徑 頭髮再出一點點 那所以要接的時候 是必須要用顯微鏡 下去做這個手術 用顯微鏡 去把她兩個通道對起來 然後縫起來 那兩邊都要做 這個手術一樣是自費的 因為這個是不算健保的疾病 所以少數的病人 會回來接 那當然我跟陳醫師之前有遇過說 砸了之後來接 接完之後又要砸了 那砸完之後她又要接 反例 目前來講真的是有一個這樣的案例 它是砸了 再接 再砸 然後又再取 她又再接 這樣接一次要花多少時間 手術時間 接喔還是砸 砸很快 砸超快的 砸又便宜又快 但是接真的是 很貴 好久 很久 一邊當花一小時多 對 然後兩邊做起來大概是 三萬四萬的 所以接的手術費用其實比較高 因為真的太耗時了 而且算是先回手術 對 那最後我要請問一下醫師 想要給鏡頭前面 如果他有想做結痂手術的男性 會等一下怎麼建議呢 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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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更美好的女天 其實是心理那一關最難復活的 對 其實不可怕 因為男性結痂是男生最害怕的 局部麻醉手術第一名 對 第二名是各保皮 對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 大家都會怕 因為那邊很私密 但其實 剛才也有解釋過 就是 不太贏得到你的性能力 也不會贏得到你的男性的雄風 那 其實有些人 寫開了這個束縛之後 也更 更勇猛 更勇猛 之前就沒有什麼擔心 那所以 對你生活沒有影響 然後對你的那個 之後也不會有 跟你分離殘的問題 而且又可以省錢 對啊 省包 別別一切的後患 一天可以省七個保險刀 會不會 一個都還好 但是 我最先買的是50 知道嗎 以上就是羅伊斯跟陳醫師 幫我們解開網友的迷思 那不知道你對於 結紮這件事有沒有更加清楚了呢 如果有任何問題呢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都會再找更合適的時間 為你解開你的問題喔 那我們今天每一齣任務圓滿成功 拜拜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左下角喔 所以兩位醫師都有結帳 還沒 還沒 我被我懶得空啦 你可能是結婚 還是我們兩個先結婚這樣 兩個先結婚 然後再多結帳 我們要結一次耶 你們行啊 或現在可以結婚啊 現在會有什麼 我知道 如果沒有看到 我們先用這個 一部的電話 他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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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會忘記 他們 他會忘記